家不僅是一個給我們休息的地方 更是我們生命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不過往往越親密的關係 造成的傷害就越大 我是你老婆 我連在你面前的權利也沒有 你可不可以乖一點? 你知不知道媽媽現在一個照著你 很辛苦的? 我之前乖, 爸爸也不要我 爸爸, 你也不要理我了 六個以家為題的故事 也可能是你和我每天面對的故事 道教電視頻道, 道通天地 為困境找出路 為家添多一點快樂 은一位台灣社會 您記得... 有請...